CBA常规赛继续开打 广煞和童西迎来一场交手 两支球队首战均拿下比赛取得开门红 首节开局广煞在双外援和胡金秋的连续拿份中 取得7比2的开局并直接打听童西 童西虽然在之后找到进攻感觉 但局面非常被动 首节就落后11分 四节童西依靠节中一波13比5的攻势追上比分 但防守端很难限制多点开花的广煞 胡金秋和布朗两人半场合砍27分 并帮助广煞带着9分领先进入下半场 休息归来童西挡不住布朗 后者单节拿下15分仅比童西全队 第三节总得分少两分 而广煞在第三节一度拿到20分以上的领先 末节童西进攻端找回状态 郭浩文第四节砍下16分 带领童西在独秒阶段追至1分 不过最后时刻孙明辉连续关键罚球 命中守住胜利 最终广煞击败童西延续不败 还是点多呀 阿之 这个球在防守端其实就要提醒 高低前仨 他能有个组合 所以这事对于主角类来讲也得摸着看 哎呦差点 厉害 二轮真是好使 把下线留给第三个轮转人 因为其实赵百兴还在啊 还可以再轮转 好球 跟进 提着力拂 我们看林薇这个投篮子就是多远都这么多 这就是高啊 嗯没跑成 可以衡防还是好啊 毕竟做个队友有 哦 拦不住啊 现场观众可高兴了 这个谁呀约书亚卡尔顿 第四节一上来呢 感觉双方对这个比赛的结果还都是 又开了 又开了 预计的情况还要看看俱乐部的商情报告 但是耐特重新回来了 所以这个位置刚进一个所以投地比较坚决 倒出来了机会郭奥文就扔了好球 孙明慧再来组织要这个掩护了 利福跑出来了 哎呦漂亮 你那房子很好 外线孙明慧接球头 哎呦厉害 别忘了还有一个 团经需要 抓住这个 接下来这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好球 郭奥文上来先扣一个 广州都是投到33% 哎呦大道联盟大概平均水准那样子吧 不至于有太多更出格的东西 哦呦二加一 李库这个点打不了啊 还把朱镜龙 让郭奥文打回心球 被回心球防下来了 地板球吴敬佳拿到机会 哎呦吴敬佳 吴敬佳还近 这会儿南京队全体把三分的感觉都找到了 郭奥文呢还是给他一步空间防侧突破为主 郭奥家强顶 吴敬佳转身跳篮 真厉害啊 在小打小的这个过程当中把自己的背身技术拿出来 哎呦郭奥文 扣了大秋一个 郭奥文现在还有体能完成这种单臂爆扣啊 交差第一线都底线出来 林维 哦呦冰中了 那就八角龙把命运交给对手 郭奥文 被巴洛盖了第二次 没能命中 非常遗憾 115比112 希尔老这个也是 这个表情啊 一丝丝的苦笑